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点低 破所谓的趋势盘 那今天这个大盘又开出来的盘 按照我们开盘八法告诉各位 开出来盘式为两点高 两点高的一个盘式在今天的盘式里面 那目前为止上涨了52点 从早上所谓的9点5分到9点15分 这个三盘你就知道了 那注意到目前为止的话 不要因为昨天出现一根所谓的黑黑棒 你就看错了 好 你就把这个形态认为是导状反转 这个引线的部分完全交叉 怎么会是导状反转呢 这个导状反转我也会去放空啊 我说你没有导状反转嘛 那目前为止它是属于一个两根10里K棒 它是属于一个叫做中继拇指 这个拇指在低档区称为拇指孕育 在所谓的最高档区的拇指 它称为什么 好 叉成为所谓的拇指怀抱 那在所谓的整理的一个区间里面啊 它就是属于一个中继拇指 好 那中继拇指的话 按照技术现行 它不会跟你讲量 好 但是一米老师的关键K棒 39种技法里面 一定会用技术分析的角度 来帮各位来分析所谓的成交量 好 那目前为止 今天的成交量大概维持在 这个所谓的650亿啦 昨天的成交量跟今天的成交量来比的话 你会发现喔 这两根10里K棒成交量差不多 好 差不多的一个状态之下 出现了所谓的中继的拇指喔 这个多方喔 它是比它强势喔 何况目前为止啊 看出来的盘子叫2点高嘛 站上所谓的趋势啊 所以趋势没有改变 不要自己吓自己 好 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 那今天刚好有一档股票 刚好符合我们之前啊 我们在技术班演讲里面 那一鸣老师的学员 问到一鸣老师一个问题 你说 老师啊 实体K棒的部分啊 包含红K棒 它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啊 其实一根所谓的红K棒啊 它在多方代表6种意识 在所谓的空方 代表所谓的5种意识啊 这11种意识里面 一鸣老师今天会花点时间 来帮各位讲解 顺便 好 我们要带到盘面上的一档股票 来 这档股票叫做8069的元太 来 元太在今天目前为止啊 它早上的一个走势里面啊 它是属于一个开梯走高 好 开梯走高来到掌停板 那掌停板的形态 好 我在我的讲义教材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有四种形态 第一个 早上的时候 它是直接属于一个跳空的 好 另外一种是尾盘的部分啊 它是属于一个拉尾盘的 好 这是两种 第三种的话是先杀低以后 好 拉到所谓的掌停板 那这种是属于第四种 开低之后走高 好 这个股价 在当日的走势里面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强势的嘛 长虹K棒啊 好 长虹K棒在当天的走势里面 是属于一个比较强势的嘛 我会利用这档股票来解释 我们著作里面的单根 两根跟所谓的三根K棒 好 那这个K棒形态 你学起来非常简单啊 你注意到位阶啊 一名老师的记录班里面 一定会跟你讲位阶 好 位阶跟所谓的量的关系啊 好 刚刚跟大盘的解释 已经把你解说到量的关系啊 从所谓的单根K线到位阶 到所谓的量的部分 你这个部分先了解以后 推到所谓的形态 好 推到所谓的波浪 好 再推到所谓的大盘的一个趋势啊 好 那这张股票你可以看一下啊 来 这个形态啊 来 好 先来看一下啊 这边叫多方嘛 多方走完以后走多方修正 修正结束以后来走形态的整理 这个地方出现补量上工 这补量上工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啊 来 你手中都有一名老师 这本教材叫做神奇阴阳 K线战法 一名老师书跟一般老师书绝对不一样 我们绝对附有讲义教材DVD 来给各位来做出个对照版 我们先把这个书 你把它翻到所谓的第十七页 好 第十七页的书里面啊 我们开宗名义的告诉各位啊 来 实体的一个部分啊 红黑棒 实体的部分红黑棒 它具有什么样的意思啊 这个写的不是很长啊 你自己看一下 好 这边有跟你介绍啊 如果说这根实体 这个红棒是主力买进的 或是散户买的哦 代表不同的意思哦 好 你要稍微去做出个辨别哦 那你再把这个讲义啊 翻到我们的第十八页 好 十八页 来 多头走势里面 来 这个地方 一名老师跟你讲哦 长红黑棒会出现在下面 六个一个位置间 我已经帮你找好了 来 直接往下看 好 这个是属于上涨 一段以后的回档修正嘛 好 就像刚刚看到的原态一样 好 那另外一种模式的话 叫多头上涨以后的 一个整理的一个末端 好 这两种方法的话 都代表说目前为止啊 一名老师看法没有改变 好 看法没有改变 你要看到所谓的成交量 好 大量的所谓的长红黑棒 它是所谓的多头啊 上涨的一个攻击的一个讯号 好 那这本书啊 你还没有拿到的 好 你是一名老师会员的 好 这本书啦 你没拿到的啦 好 你没有拿到的 好 你赶快打电话进来拿 好 把这本书带回家 我们还有附三片的DVD 好 还有三片的DVD 只要是会员的话 一定要看到我们这本 神情一样K线加战法 好 三个小时的DVD 你好好看 我认为哦 你要找一档标股 应该不是问题啦 原态的部分的话 今天就属一个长红嘛 来 长红可以吧 好 找盘 有没有机会买 找盘有没有机会买 好 好 我们持续来验证一下 好不好 那第二档鼓票 来 注意咯 来 1909的荣臣 老师 荣臣讲很久了 对 好 严老师啊 不只讲到荣臣啦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今天的荣臣快要涨停板 等一下会不会涨停板 我不知道 绝对不是一名老师去拉的啦 有的话我们会及早布局啦 来 这样会叫保隆 好 永凤鱼 都是罩子的 好 有没有跟你讲过 原物料会大涨 有没有 有 好 来 注意咯 来 荣臣 为什么会大涨 啊 老师 技术面告诉我们啊 潜伏体成型啊 好 又出现了你讲义里面 DVD里面讲的这三种讯号 所以说潜伏体 带量上工之后 它会大涨 好 这是以技术分析 而言啊 好 你看到一名老师技术分析 DVD里面啊 我会跟你讲解得很清楚啊 潜伏体之后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好 这个所谓的上涨的 轨道里面出现什么样的讯号 你都可以一一来来 来做出个详解 这是技术面 那你股票操作 你不能只看技术面啊 好 你要带一下 所谓的基本面 基本面有没有好消息 如果说技术面 再加上基本面的话 股价会大涨的话 会容易买到标股啦 原物料上涨喔 目前为止喔 原物料上涨 它的行情啊 它就不是一天两天啊 来举个例子啊 今天的威刚 这个原物料行情啊 报价上涨跟原物料是一样的 这个报价上涨从去年 你看到这张股票 上涨的威刚啊 它从五月 五月就开始涨 一路大涨啊 这个叫翻倍啊 这个叫翻倍啊 荣城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股价 它从这个地方才开始 做出一个发动啊 这个地方大概是16块啊 16块的股价到现在为止啊 我不会跟你讲说涨完了没有啦 来 你自己去做出 一个判断 这张股票 原物料代表 它有时候涨的时候啊 它延续的时间非常长 延续的时间非常长 尤其是一些股本大的 重要的是说 你在基本面的部分 你有沒有掌握到这张股票 你在技术面 这个叫技术面 这个叫基本面 你有沒有两相去做出一个对照 有没有人跟你讲 造子的股票 它是属于原物料概念股的以来 包含啊 这个美国 包含中国大陆 废纸江 目前为止啊 上涨幅度啊 30啊 30%啊 那台湾目前为止只有调涨10% 好 那这个涨幅也是很大 好 那目前为止啊 这个商机也存在 所以说股价 你除了看技术面 基本面以外 一秒是所交给你的量的一个概念股 非常重要 卷子比啊 目前为止卷子比的话有在缩小 代表怎么样 代表很多的人去做出个放空的动作 而且放空是被嘎的 被嘎叫什么 叫赔钱 好 那这档股票我们持续验证 没有关系 我们持续来验证 那到底有没有做 我相信啊 简讯会讲话 一鸣老师的节目也会讲话的 那所公布12月份的一个单月营收 跟去年同期相比啊 成长幅度啊 还是高达百分之62 62这个数字超过五成嘛 有没有机会今年成长一倍哦 老师说 老师是跟你讲 之前成长百分之65嘛 后面有没有机会成长一倍哦 你要看到原物料啊 原物料行情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所谓的产业结构 一旦改变啊 这股价啊 他会适当的去做出个反应啊 我有没有事先讲 我相信你看节目啦 我都绝对都是事先讲 马后炮老师啊 没有办法帮你赚到钱啊 一鸣老师绝对有帮你哦 希望能够帮你赚到一个红包啦 红包在哪里啊 来红包在这个里面 红包就在简讯里面 你自己找一下 一鸣老师可能啊 今年有机会啦 在封关前还是一样发红包给你 只要你拿到简讯 按照简讯操作就可以了啦 按照简讯来操作啦 就算你是一般会员 也是一样 按照简讯来操作 那原物料会大涨 那封关前封关后怎么操作 除了原物料股票以外 还有什么股票有机会布局的 拿到红包的 但是第一个动作非常重要 那投资本目前为止 手中的股票在封关前要做什么动作 封关以后 可能要做什么动作 相信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理财规划就是一个有系统的 去做出一个实践的动作 那我们今天会开放给各位 第一季的标马股啦 那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问以外 那我们现在开放给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你们对于任何一档股票 你们要问的都可以问 但是每一个人打电话进来 好 我们就是给你三档股票 这三档股票言无不尽 能够回答的我尽量回答你啦 那包含你手中的股票 还是你想操作的股票 我们会从基本面包含财报 包含筹码的一个因素 来告诉你目前为止三大法人 他们对于这档股票的一个 进出的一个看法以外 我们还会看一下你手中的股票 有没有我们这个 所谓的关键K线里面的 关键的一个技法 多方跟空方都会直接跟你讲 那当然是你现在打电话进来 我们会当天的回电话给你以外 一米老师不假手他人 我们会亲自的接电话以外 我们也会亲自的回电话给各位 昨天打电话进来的 我相信我电话已经回播了 我电话已经回播了 我非常有诚信 那现在你需要一秒是帮忙的 只要你看到我们运通台 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欢迎各位多多利用 我们这个节目咨询的一个电话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引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2月5号开股第一季 标马股分享会 运达同步颜老师 幸福青春 特别推出免费奖座 精选多档标股 让您赢在起跑点 同档加送技术分析教学 教您开盘大法和正中K线 最后有限额满为止 立刻定位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颜布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蜿蜒与功勞 积极办事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辅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派市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义友 对您的武智股上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灵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大盘目前为止 依然是上涨53点 形成所谓的中继整理 中继整理的话 这个母子线 这个量价结构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是母线的部分的话 它的量 它是属于缩小的 而子线的部分 它的量是属于放大的话 基本上面的话 它是利于所谓的多方的 那今天的所谓的中继的 所谓的母子 就是呈现所谓的 量的部分是稍微比较平均 这个地方的话 是有利于多头 那我们之前在这个地方 就跟各位讲过了 12月23号这个地方 出现所谓的3D 3点D盘出现之后 三日内见直播低点 28号出现所谓的三高 3点D盘 三点高盘 都是所谓的变盘转折 三高盘产生之后 站上所谓的趋势 所谓的行情 来到所谓的波段的一个高点 但是在这个地方 均线的部分开始打横了 昨天出现所谓的3D 3D没有带量你不用怕 三日之内 你要观察三天 这边不是导撞反转 我再讲一次 你不要看错了 那这个地方叫中继拇指 拇指的三个形态 包含低档的运运 高档的怀抱 这个叫做所谓的中继的一个拇指 中继拇指的话代表 如果说在下跌 在修正的时候 它有所谓的止跌的一个讯号 这个讯号要看所谓的量价结构 那目前为止 越在封关的时候 你越要注意 这个行情带量 稍微补一点量 它就会大涨 你今年要做的股票 来 要做像3260威刚这种股票 也就是说 它比较有所谓的波段的行情 你今年要做的股票 就像威刚这种股票 甚至说你去挑选像郁金光的股票 它是有所谓的嘎空的题材 它是有所谓的转机的一个题材 还是说原物量 目前为止正在发动的台项也是一样 这边都是属于补量上工 补量上工 补量上工嘛 如果说你真的要拉回找买点的话 那8069的原态 来 当时在低廊区你就可以做嘛 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波段的行情嘛 波段的行情嘛 那我们尽情跟各位讲的1909的 容成也是一样 长期 长线布局的 你要看到周线跟月线 这个股票有时候操作 你要看一下 有些好的股票会涨一倍 这个有时候不要做太短 容成的股价 来 当下就跟各位讲了 我们又付我们的所谓的简讯的内容 这个简讯内容就给我们的会员 我希望这个会员按照我们简讯操作以外 这个红包 红包 我相信有没有拿到你手中 你应该非常清楚 其实我们操作原物料 低档股票不是所谓的容成 应该是华电 华电倍数分 低档区就请各位来布局 这档股票我相信 该公布的我们都已经公布了 那有些股票 只能在低档区买 低档区买 如果说你今年操作环球金 你在过年以前你操作环球金 股价就有机会从65块钱 这个所谓的低铁 一路大涨到所谓的125块 这个地方就几乎倍数翻了 倍数翻的股票要买在低档区 你需要有个专业老师来跟你讲 拉回找买点 我们看法没有改变 这个所谓细菌源 这个产业结构 它就是趋势往上的 环球金的股价 来 来到主身段 来到主身段 你不要卖太早 再创波段新高 再创波段新高 来 一二三四五 我相信你今年度里面的操作 你只要能够拿两根 甚至三根掌停板 你就可以赚到钱 还有很多的股票目前为止 都是呈现所谓的低档 低档所谓的内困三红 低档所谓的低档拇指 低档所谓的导撞反转 尤其是导撞反转 这个讯号更加的明显 所以说我们后面可能要布局 一档股票是属于一个导撞反转形态 只要在低档区相对的低档区 我绝对会发简讯给你了 我们就是利用 一秒是现在DVD录影带所告诉你的 关键的K线有39种记法 但是我会从入门开始教你 我不会一下子说 老师你教的太难了 其实K线每个人都听过 每个人都听过 每个人可能都学过 也略知一二 其实这里面的功夫非常深 我今天没有跟你讲到单根K棒 我今天只有跟你讲到说 所谓的形态的部分 这边最少就有39种 再加上我补充教材里面的 接近20种 这形态的部分 汪巴当当加起来 可能会超过60种 但是不是说 我们用一样画葫芦的方式 60种全部交给你 那你就懂了 你就会了 我跟你讲 学这个记录分析 除了所谓的形态 你还加上量 这些所谓的形态 都是属于一个量 量的一个变化 多方跟空方的 力道的一个变化 如果说你不知道位阶 你操作起来 真的困难度很大 比如说你看到我们的上吟 上吟出现所谓的低档区的 头肩底形态 低档区怎么判别 形态怎么判别 量能怎么判别 好 自然而然的 你按照我们的简讯来操作 我相信这档股票 已经放在口袋里面了嘛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有没有复杂 没有复杂 有没有事先讲 事先讲就不是马后炮 有做就等于是诚信 有诚信 我绝对敢公告 我绝对敢公告 我相信我的会员都在看节目嘛 你拿出你的简讯来看 这个红包绝对有送给你 好 那小心骨的部分 包含特殊题材的 比如说像政达 它有转机的一个题材 记得 这个地方绝对是好的一个买点 我们跟各位证明过的 这个地方一定是好的一个买点 这个买点一出现的时候 你的动作要快 你的动作一定要做 如果说你都在旁边用看的 我不认为你赚得到钱 你不要现在还去放空 过年去放空 很奇怪 圆月效益在放空 我们该空我们就空 目前为止没有空方讯号 政达 老师有带你去放空吗 没有 非常好的一档股票 转机的一档股票 雨昕的部分也是一样 最近又出现涨停板 但是当下的时候 我是跟你讲 试试在低档区 这个低档区去买的话 机会性比较大 机会性比较大 甚至有些筹码比较 有嘎空题材的 那空单一旦被嘎到 我跟你讲 那上涨速度非常快 一样的 举一档股票好了 来看一下好了 刚刚好有一档股票 这个空单就很多 3406的郁金光 来 这边你认为我放空吗 老师涨很多了 股价从47块钱 涨到100多块钱 倍数翻了 我来放空一下 现在为止 你放空郁金光的 你全部被嘎 你的老师只有跟你讲 这股价总有一天会下来 下来了没有 没有下来 看趋势操作 你要看对趋势 我们这就做多嘛 我们没有去放空 第一档买 第一档去买 可以赚到钱 赚钱有那么困难吗 没有 工业用的电脑 来同亨 近期跟你公布的 上涨了50% 京均来 两个月潜伏体成型 上涨了70% 通信网路的来 重达 补量上工 补量上工 涨得比较慢 长得比较慢 绳段的话是坡断的 这些都有脉络可循 所以说操作股票 要把基本的原理先弄懂 股票不是只有基本面技术面 还包含筹码面 那我们都备有讲义DVD 包含开盘巴法 包含水的关键K线 这些所谓的重要的一些 好的书 我想说 有这个缘 那你会打电话进来 但是你是一秒是会员 我规定 你每天一定要看 每天一定要看 重复的看 惯行为师 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拿出你的霸气来 每一个人 都能够在股票市场里面 刺大风云 不要再微微缩缩的 没有用 那我们今天不做生意 来 今天要问股票了 来 打电话进来 好我们就限三档股票 这三档股票 我们会利用基本面 会利用财报 包含谁 从马面 三大法人进出 一秒是会详细的 来帮你做出个解说 还会利用关键K棒 39种计法里面 来帮各位 来做出一个多方 空方的一个解答以外 今天打电话进来 我们一定是当日 当日事情 当日必 一定会当日的 来帮你做出个回电 有本人亲自接听以外 我们一对一 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打电话进来 来 好 那现在就可以开始 拨打你的电话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 无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2.6号台股第一季 标马股分享会议 运较投资人应独立则 运较投资人 运较投资人 资人的资方标 较投资人应独立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